來 那我們剛剛錄了好幾個片段之後呢 請問 如果萬一有錄錯的 要怎麼刪掉 PowerPoint大家都會 筆筆筆就好 對不對 幹嘛那麼客氣 真的啊 所以 用這個軟體有個好處 摸蛤蜊兼洗褲買 摸蛤蜊兼洗褲啊 你學過PowerPoint 你這邊就會一半以上啊 就會一半以上的 好 那麼您看這個地方 我們先從就是那個剪接的部分開始 您看 比如說我剛剛錄的這一段 那問題是假設你錄的比較長 有沒有發現這個時間走得蠻長的 這樣不好剪 怎麼辦 您看上面這個地方 在這裡 有沒有三個放大鏡 那麼第一個是縮小 第二個是放大 但是我平常最常用第三個 這叫做自動縮放 也就是說它幫你 你按下這個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你的影片放到你的可視範圍裡面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這一段影片大概錄了三十幾秒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就完整的 就完整的 所以您點到時間軸 就點到這個面板上面 我們的那個時間軸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工具就跑出來了 所以剛剛有些人會找不到這裡 對不對 因為它預設是藏在最前面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個上面點一下 它就會跑出來 好 那跑出來之後呢 你看第一個你先找到 像我們剛剛最簡單的就是分割嘛 就分割 所以你移到哪裡之後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分割 有一個分割 所以你移過來 有沒有分割換燈片 前面會留在這一張裡面 後面會變成新的一張托影片 這樣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如果我們在講解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錄聲音 所以老師有沒有很清楚 哪裡是你有講話 哪裡是沒有講話的 你們沒有錄聲音嗎 下面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講話或者是喇叭有聲音 我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裡呢 萬一我這邊剛剛出塞 沒有 就是中間有操作一段不OK的 我就來這邊您注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們時間左右還有兩個護法 結綠色結紅色 因為那是給你拉範圍用的 所以你看我就從這邊 往右拉出來 這樣有沒有 這範圍就出來了 當你有一個範圍出來之後 上面這裡也變成可以用呢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如果你沒有範圍上面這工具不能用 那你可以選擇到底是這裡是不要的 還是我這裡保留前後不要 因為有很多種方法 有時候是你選你要的容易 有時候是你選不要的容易 所以你從這邊 以我這邊來講我就先用不要的 拿掉 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所以老師剛開始錄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一定會吃很多 叫做螺絲 對不對 因為你不習慣就是面對麥克風 面對鏡頭這樣去講話 難免 講講什麼 打結了 我跟你講其實雖然我也錄了很久 但是各位你看我這個部落格 我是還蠻認真經營的 那 昨天 也有在介紹這個 這上禮拜沒介紹過的 等一下我們跟老師再介紹一下 我在上面都會有什麼 都會有錄影 就是 這個部分教大家怎麼去做 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我就是用ActiveRender錄的 這個 但是因為不是上課 這個 所以自己錄的時候就會 也會錄了好幾段 然後再切切切切這樣 按下麥克風就可以開始 今天有看到一則很有趣的新聞 所以現在用語音出入的方式 記錄下來 因為我剛剛看到老師有些在打字打得很辛苦 也有人見步如飛 但是手指也會練 你用講的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上禮拜是介紹兩個雲端的對不對 這個禮拜我是介紹APP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老師手機不離聖 然後呢 LINE也不能不開 因為隨時要水溝水到對不對 但是你要悔的時候 請問你在手機上要打字快還是慢 行動裝置不管你怎麼 除非你有帶一個鍵盤 不管就是慢 所以用講的 你看剛剛這樣辨識速度還好嗎 還可接受 等一下我跟老師介紹一下 所以這個我就是用ELEEPRENDER去做 因為我需要後製 我需要稍微後製一下 所以我就用這個軟體做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的 他基本的簡潔是這樣 所以你有需要的可以像這樣把它調整一下 那當然 如果說你只是不想要用分割的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在這邊 也有一個就是您到這邊之後 我可以直接把在這個軟體裡面 直接分割成兩段 有沒有在同一個投影片分割成兩段 我就可以在裡面再加其他東西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是OK 也是OK 那一般我是比較鼓勵老師 您用投影片的方式其實是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做 比較容易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對不對 剛剛講的哪些 重點 來第一個 你的這一根 要點哪裡才會出來 點上面這裡 對不對 點這個刻度那裡 就是實驗手刻度它在跑出來 那你點到哪邊之後 想要分割就是用最右邊這個 按下去就是下 後面這一段就變成什麼 下一個投影片 這是最簡單的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沒有這個 拉範圍的 看哪一段不OK的就把它卡掉就好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不是剛好分割一半 但是哪一段不要 那你用這個方式就比較輕輕鬆 好來反給老師 可以繼續我們 來自從 Jahren 嗨 拿掉